100萬元生活費做甚麼? 做甚麼? 租半渠加10萬生活費發難 梅媽說 正在註冊 梅媽日前向法庭申請 又遺產中拿大約18萬搬屋費和新屋租金 她昨天去了高等法院聽判決 原始梅媽得5萬生活費 當中2萬用來交租 今次判決說 由新住所租金合約生後日 將為梅媽交36000元的租金 生活費維持不變 是梅媽反問法官 可不可以每個月扣10萬給她? 但法官就拒絕 說這是法律 並非法官喜歡怎樣做都行 法官只是執行法律 梅媽離開法庭時就說 是呀 三萬元生活費做甚麼? 吃甚麼? 叫我不要吃 平時吃甚麼? 平時吃 只剩下豬菜 豬菜都三萬元? 在周四圍周 去買平時吃 買平時吃 買不到六三萬元做九萬元 問她知不知早前打官司 花了很多錢? 她吃就吃 我就不要吃就太多了 當時我那十二萬元 我就扣錢都不用欠 我交租甚麼都有 提到遺產所值無幾 梅媽便數落 樓都買一億多了 買一層吃一層 層最尾這層是一億多 都說怎樣 一億我又不能夠購買 一億就是他們花買 一億我都不能夠多一毫千 中花皮虚話 自己要立即睡著才可以分錢 一天在這裡都分不到 好啊 好啊